詞曲 李宗盛 哈囉 各位 我是那個 Blues 中文名字是杜主葉 我覺得我跟在 中文老師後面蠻吃虧的 因為他拿那麼多美的照片 把他home得像七分八屬 大家看得已經是 應該是那種眼冒 那種愛心驚心的狀態吧 所以 讓我覺得有點 不過有一件事就是 大家看到這個就是 你有感受到嗎 這個聽起來有點抽象的一個字句 其實剛剛 中文老師有跟大家分享很多 怎麼樣從自然的當中去 得到這些東西 這看起來簡單的事情 可是各位 如果你們現在真的 跑去山裡面做看看 你會發現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如果那麼容易的話 中文老師這個團怎麼開得了 大家自己去就好 當然中文就有很多一些訣竅在裡面 怎麼樣看到 或是感受到這些東西 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在這一次這一段的分享 我想多談一些關於感受這件事情 其實我在 我在 我的工作當中 其實我在這個行業 我已經做了大概二十年的時間了 在這二十年裡面 我只換過兩次工作 所以可以想像 我是在某一個單位 待了非常非常長的時間 我在這個公司 待了超過十六年的時間 我坐這個位置 也超過十五年的時間 在那麼長的時間 要讓自己變成 不是一個像公務員一樣的人 變成只是 每天在做routine的工作人 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有時候你做上手 做習慣之後 其實是很順的 就可以做差不多一樣的事情 所以對我來講 保持好奇心 或是那種感受力 其實很重要 這個工作對我來講 當然我們的工作 我們可以接觸到 很多很新的人 是地物 參加一些很fancy的活動 認識一些很glamour的人 然後試用到一些很棒的一些商品 體驗到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service 但我覺得這些事情對我來講 最後累積的東西就是感受 就如何去感受 那我相信在座各位 因為我知道你們的主持人蠻多 其實都是美法業者的佔比 應該是比較高 那當然很多時候我覺得 在這個行業裡面 可能技術扮演的還蠻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有沒有這個技術 可以做出像這樣的東西 就我所知這個行業 可能也有類似一些資格檢定的考 那考我相信一定很多 知識跟技術的層面 當然我覺得知識跟技術 它是一條線沒有錯 但是如果沒有輔助一個對應的感受力的話 我覺得會是有問題的 那我在放這個照片是 我去年的時候 我去京都 其實我去京都文區非常非常多次了 但是我從來沒有一次在 京都的傳統的庭園當中 待那麼長的時間 我大概在那個地方待了差不多快 坐大概快一個小時的時間 其實你知道面對日本的庭園 日本庭園其實就是一堆白沙 然後用耙子爬出一些線條 放一些 看你要怎麼解釋的石頭在那個地方 其實我覺得當然你如果去看書的話 它各自有些不一樣的解釋 但是我沒有去太探究 學術上它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而是讓我自己去感受 其實一開始我當然看不太懂 其實就是一個捷徑的白沙 石頭有漂亮的青苔長在上面 但是當你能夠待更長的時間的時候 甚至嘗試把一些你心裡面看 想到一些什麼東西把它寫下來 我發現你慢慢會感受到一些不太一樣的事情 我發現感受這兩個字 其實它是需要耐心 它也需要有時間 當然它還需要一些技巧 那我後面其實也會提到一些關於技巧方面的事情 那在這之前我想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中文有名 所以我應該要介紹一下 我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那我想談的 到底不是我做過哪些工作 就是 OK 我們下一張 這是我在我們小學的同學會的粉絲團裡面抓到的一張照片 中間這個就是我 其實我小時候是一個體弱多病 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幾乎因為腸胃的問題可能必須要休學 後來反正沒有休學 可是也是因為腸胃的問題 所以吸收不良 所以個子始終人家長高 我爸是個子快180 但是我只有 就跟我爸身高差很多 那再來我是 在小學六年 我有一個紀錄 我沒有拿過任何一張獎狀 你知道這個很困難你知道嗎 小學生隨便都會拿到獎狀 什麼美術啦 唱歌啦 各種東西都可以拿到獎狀 我竟然什麼獎狀都沒有拿到 所以後來想一想也覺得 這其實也是一個紀錄 因為拿獎狀並不稀奇 不拿獎狀才稀奇 然後我也從來沒有在班上 如果是50個同學的話 從來沒有在班上排名 能夠超過前40名 就是一個功課也不好的人 當然就是可以畢業啦 就是不會說被留級怎麼樣 但總之功課也不好 所以我有一種感覺就是說 那我跟別人 如果我成績也沒有別人好 我也不是班上的幹部 然後我也得不到獎狀 那我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就我會問自己這個問題 那如果單純以我自己的興趣來看的話 我小時候是一個對文字的敏銳度高的人 就我看到文字的時候 我會對寫文章啦 然後我對歷史的人物啦 就大家都覺得歷史很無聊 可是我看歷史故事我覺得很好玩 我會去看很多那時候 注音版本的各種歷史故事 然後我對地圖很有興趣 我喜歡看地圖 我看地圖我會想像很多事情 覺得這個地方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結果我發現我是一個很有想像力的人 只是我當時的能力 不管文字能力也好 想像力也好 在得獎狀這件事情 或在成績單這件事情 是無法派上用場 沒有帶來什麼正面的效果 但是有一點讓我 我就一直可能在那時候 小時候的心裡面就埋下一個就是 我一定要用不一樣的方式展現我的特點 就我可能沒辦法按照平常的 正常的方式展現 顯然我也就看起來不像是 確實後來到了國中 到了高中 到了大學 我都不是功課好的人 就是可以過關這樣子的狀態 那後來其實你看到大學 是重考才有辦法考進大學 第一年也是考不上大學 而且是考不上師不是不去尿 是真的一所都沒有考上 所以只好重考 那考上了之後呢 其實進到學校之後 我很快就覺得沒有什麼意思 學校其實教育對我來講 我覺得有點無聊 但是自己也貪玩 當時就很喜歡在台北 騎著摩托車到處逛 看有沒有什麼新的咖啡店啊 去坐坐啊 喝喝咖啡 然後觀賞它那個裝潢 那也在這個因緣際會下認識了一家 在遼寧街附近的一個咖啡店的老闆 剛好他們也缺人 我說好啊 那我就來打工 因為我對我那個年紀來講 其實因為我喜歡看一些書 喜歡聽一些音樂 其實是需要一些零用錢 但家裡面沒有要給我太多錢 所以我必須打工賺些錢來支付這些開銷 所以我就打工 但是因為當時我發現 我常常在騎摩托車 在大街小巷找這一店的時候 因為我常常在看 而且我覺得我到底有沒有辦法 在這個巷子口轉過去的時候 看到裡面的燈光 就覺得這條巷子值得騎進去瞧一瞧 因為那個年代沒有網路啊 也沒有太多雜誌 其實沒有很多資訊告訴你 酷的店在什麼地方 所以你要靠自己去找 所以我覺得我好像 似乎有這樣的眼光存在 可以看出 這條巷子有搞頭啊 應該要瞧瞧 所以那家店也是在這個情況下 讓我發現 那確實那個店的老闆 我覺得都是一群蠻特別的人 三個老闆 個性都不一樣 他們喜歡很酷的東西 在那個年代 他們聽的音樂 他們做的料理 他們煮的飲料 我覺得都是跟市面上 一般的電器不太一樣 所以我在那邊認識了爵士樂 我在那邊認識了搖滾樂 我可能認識了Bob Dylan 認識了Rolling Stone 認識了Tom Waste這些人 這些人是完全在學校裡面 同學沒有聽過 老師也不會教我的 再加上那個店 他就 你知道那種頻率 頻率相對的店 他會吸引頻率相對的人進來 所以那個店也會很多 設計師啦 建築師啦 廣告人啦 作家 藝術家 會來到這邊 所以這也是我在學校 沒辦法碰到的人 因為這些人 我覺得他們很好玩 有時候晚上有空的時候 客人不是那麼多的時候 就會跟他們聊天 對一個 我只是一個學生來講 一個二十歲的學生 你可以跟這些在業界 有些其實已經有一定的 level的人物 可以交會意見 了解他們的想法 是你把你某一些 自以為好像很厲害的想法 跟他們說 跟他們反應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就是說 好像我有些想的東西 也還滿有那麼一回事的 這點就讓我覺得說 看起來我是一個 可以走創意這個路線的人 因為我有些 滿有序的想法 這想法連這些 這些咖看起來 應該不是在故意討好我 它沒有必要討好我 就會覺得這還不錯 這東西這樣 這個啤酒這樣子賣 應該還滿好 或是說這個 衛生紙這樣包裝 應該滿酷的 只是客戶不會接受 你這個就想想就好了 所以對我來講應該說 在學生的那個養成的時期 其實好奇心 然後想要跟別人不一樣 但是我很清楚 我想要跟別人不一樣 是沒辦法靠正常的讀書 成績 運動比賽 音樂比賽 繪畫比賽 任何這樣的方式取得 所以我覺得 我到底可以跟別人 怎麼不一樣呢 我就發現說 其實我從中學開始 我會發現 大多數人想的東西都差不多 就是比如我們在分組作業的時候 比如說想組 這個組要叫什麼名字 或想什麼主題的時候 我就發現大家想都差不多 我就發現 我可以想說跟別人不一樣 我想著這個組的名字 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大家會想出這種比較 要不然就很中規中矩 要不然就過分作怪 但是我會想出一種介於之間的 不要那麼中規中矩 但是不要完全為了標新立業 而標新立義 所以那個點 我還記得那時候 在大學做畢業製作的時候 每個組都要有主名 那有一班上有的同學 他們取的主名 就取了一個很誇張的名字 叫做金葉沙達子 那金葉沙達子 有點像是 就是元朝末年 那個朱元璋革命的時候 就是在那種什麼湯圓裡面 塞紙條這樣 金葉要沙達子 類似這樣的意思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起義 跟你這個畢業製作 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實在看不出來 我是覺得那個字很聳動 但我不覺得有什麼意義存在 那我們那一組呢 我取的名字叫做 No.9 那9號9號又怎麼樣 9號代表什麼意思 我說欸 9是單位數的最後一個字 下一個就變成10了 所以9代表很多意涵 我跟他們講一堆 大家就聽得都 嗯 被我這樣講得那種糊嚨的 其實很像廣告人 因為我是唸廣告人 很會用一些 讓我的這些TA們聽了會覺得 嗯好像有道理 但想就覺得好像怪怪的 但是呢你一定會講出一套 理論跟故事去支撐這件事情 然後一定要某個意義存在 對我來講 邏輯跟意義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我也很希望可以直接跟客戶 或是跟讀者講 不管啦 這就是直覺 這就是美 這就是棒 可是我發現這一招其實 不見得永遠是有用 你如果今天是一個大咖 比如說你是 Chanel 卡拉肺 這就酷 大家好像就會閉嘴 因為他是卡拉肺 所以OK 可是如果你不是他 你就不能 你不能這樣說 你必須要一套很 一套價值觀 一套知識系統 或理論系統 去支撐你的這個說法 我剛剛說到 要如何打開感官的接收器 其實好奇心跟接觸 很多的資訊是很重要 我所謂很多資訊 當然在畫面上大家 就看很多書 看看很多雜誌就OK嗎 當然 絕對是有用 可是我必須形容說 各位你知道沖咖啡喔 咖啡豆不是一顆豆子 是這樣子 我們要沖 要把它磨碎嘛 磨碎的時候水沖進去 味道才會出來 那這個咖啡呢 其實在磨的顆粒的粗細不同的時候 出來的味道是不太一樣 但不管你磨多粗多細 磨出來的咖啡的 你如果單獨看那一顆咖啡的粉粒的話 一定是非常多面型的 它不會是一個方形 它也不會是一個三角形 它更不可能是一個圓形 這個多面 為什麼它 為什麼把它磨成一個多面型 而不是一個很整齊的一個形狀呢 其實 因為它必須要接觸更多熱水 當熱水進去的時候 這個咖啡粉必須以非常多的面向去迎接這些熱水 才能把裡面的這個味道給釋放出來 如果今天當那咖啡被磨成是那種 只是一個很整齊的某個形狀的時候 它味道其實很難出來 它味道是出不來的 所以要怎麼樣去 讓你自己很多面向的接觸這些資訊 對我來講是重要的 它不會是一個你讀很多的世界名著 或是我讀了很 我看了很多的世界名畫 就一定可以的 那多面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方式 對我來講 其實它還是必須要進入到你的生活當中 因為你真的相信這件事情 你才有辦法讓你自己很自然地融入到這個範圍 那當然在我的工作當中 我們的工作其實本來就會接觸很多這些事情 那我個人其實又是一個 我從很小就很愛看雜誌 那在那個沒有網絡的年代 其實雜誌是一個可以提供養分很好的一個管道 那為什麼不是書呢 因為我覺得有些資訊其實書它沒有辦法那麼更新 告訴你一些即時的訊息 我國中的時候 因為我國中其實功課比國小還要爛 就是那種 就是感覺在課堂上完全沒有希望 然後在班上人際關係也不是很好 只有三四個同學跟我還可以在一起聊天 就這樣子而已 我只差沒有被霸凌 但是呢 當時我那幾個同學帶我去釣魚 然後我就迷上釣魚 我覺得去西邊釣魚是一件讓人覺得很 peaceful的事情 而且因為我沒有什麼朋友 釣魚一個人也可以釣 不用互捧以外 一個人也可以 所以我那時候發現 如果我要了解釣魚的資訊的話 我必須要去哪邊找到這些東西呢 我就發現說 原來有釣魚的雜誌 這個雜誌裡面會告訴你說 你要去哪邊釣魚啊 哪一種魚要怎麼釣啊 那個釣線的那個分幾號幾號 那個釣溝到底怎麼樣 然後那個牽錘要怎麼做 它都會教 然後每一期都有專欄作者會寫說 憑你哪個地方有神秘釣場可以去看看 烏來哪邊又有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會真的坐著客運車 或騎著腳踏車去那地方 我就發現說 這個 當你知道這些知識的時候 你可以生活變得更有趣 因為你知道這些事情 不然你就只會去碧壇啊 去一些很無聊的地方釣魚 然後再來我也對汽車很有興趣 我就開始買汽車雜誌 那對我那時候每個月 每個月7日上架汽車雜誌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興奮的事情 雖然一個十四十五歲的一個中學生 我也沒有汽車駕照 但是對我來講 看那些車子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你會想像想像很多事情 然後到了高中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有簡報的習慣 那個年代其實不管是中國時報跟聯合報 都是台灣報業最黃金的時期 他們會願意每週在很特定的時間 會一整版全部介紹書 一整版全部介紹建築 一整版全部介紹音樂 在現在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可是那個年代他們還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它提供了我非常多的養分 我在那邊其實看到很多東西 我也看到很多很漂亮的室內照片 我看到當時就是說 怎麼會有人家裡面空間可以那麼美 可以那麼漂亮 這是我以前從來沒看過 我的家也不是長這樣子 我的朋友的家也不是長這樣子 我在那個報紙上面看到有這樣的東西 其實因為可能我是一個 不是那麼擅長丟東西的人 這些簡報竟然有些 還殘存在我的舊家當中 現在看到那已經泛黃到不行的那個報紙的時候 我覺得我有時候在看就是說 我好像就是一路以來吸收這些養分 然後變成後來的我 那當我那時候去GQ雜誌工作 其實我在雜誌工作之前 因為我是唸廣告 而且我也是認為我對文字很有敏銳度 我也是一個有創意的人 我完全就覺得我應該是要去廣告公司當 copywriter 但很不幸的是當兵回來之後 所有廣告公司都跟我說 他們不用這種沒有經驗的 copywriter 那我就說你不用沒有經驗 那這些人總不會從天上去掉下來 他也是從沒有經驗變有經驗啊 但我無法說服那人 他說不管那就是看哪家要訓練 但我們就是要擁有經驗的人 那如果沒有經驗就當AE 當業務 但是我不想當業務的原因呢 其實聽起來有點可笑 因為我不想要穿西裝上班 那為什麼不想要穿西裝上班 因為那時候要騎摩托車 我覺得騎摩托車穿西裝是很鳥的事情 然後還要戴安全帽 然後西裝可能變得很臭 這樣對嗎 雖然那時候我也很虛榮地買一套名牌的西裝 後來我從來再也沒穿過 但我也拒絕 也沒有去廣告公司上班 所以我其實後來有在服裝產業 短暫待了一段時間 但後來我很清楚 我其實不是一個擅長做Sales的人 然後因緣際會就被介紹到GQ工作 但在GQ工作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發現我其實我的興趣很雜 我在後面其實會提到一個就是 很怪一點就是台灣其實大多數 你如果說各位如果面對過媒體的話 比如說有的媒體是說我是跑居家線 有的媒體可能是跑酒線 有的媒體可能是跑車線 當跑這個線的媒體的時候 他好像就只懂車 他就只懂酒 然後他就只懂居家 好像就沒有別的事情 我對我來講是覺得 你怎麼會只懂居家呢 那居家難道不用吃嗎 你沒有廚房嗎 然後你只懂車 可是喜歡車的人不是很多也會喜歡錶嗎 或是喜歡音響 那你完全對其他機械類的東西 一點都不了解 所以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垂直跟水平這兩件事情的能力 是重要的 那也是幫助我拿到那個工作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我會跟我說 我覺得男生雜誌男生會喜歡音響 我看了很多年的音響雜誌 我超清楚音響是幹嘛 我看了很多年的汽車雜誌 我很清楚汽車在幹嘛 然後我的簡報 每天看當年那時候看到葡萄酒啦 吃喝啦 建築這些東西 我就說 這不就是GQ這本雜誌 你想要賣給的讀者 就是要過這樣的生活嗎 那我懂這些東西 對我來講 我來做裡面的題目 是輕而易舉的 所以我大概提幾個案子之後 我就很快就被錄取了 然後也確實我後來進去做的題目 其實大多數都是綜合性的 不太會是單一某一個路線的 我記得那時候 我還曾經做過一個東西是 我要做個音響的題目 因為我那麼喜歡音響 我覺得我一定要來做個音響的題目 可是我覺得 重點是音響要怎麼拍它 就在視覺上到底要怎麼樣呈現 當時的音響店大多數都很醜 就是它可能裡面放了幾百萬很貴的音響 但是那個空間就很抱歉 就是擠滿了喇叭 擴大機 可是我明明就看過 在那個報紙上面有介紹過 那個什麼建築師的家裡面 然後把喇叭放在客廳超美的 就是不是像音響店那個樣子 那我希望呈現出是像那樣的感覺 那時候我覺得我也不知道是 鼓起了什麼樣的勇氣 我已經忘記我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 去聯絡有一個台灣的建築師 叫簡學藝 因為我在報紙上看到簡學藝 在陽明山有一個房子 完全是清水魔的 非常的極簡 家裡面有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覺得超適合把我想要拍的音響 放到那個空間去拍 但你知道一個雜誌社的編輯 然後就忽然摳給事務所說 我們想拍一個音響的照片 然後你家可不可以借我拍一下 這個其實應該是很容易被拒絕 我已經完全忘記是什麼原因 她竟然同意了 她就說不要搞壞家具喔 我家具都很貴喔 我們就真的顧了一台小卡車 把所有的音響 全部運到陽明山上 然後在她家拍 所以在拍的過程中 其實也確立我在做雜誌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production 因為很多的媒體 其實他們可能把寫文字的人 拍照的人 做setting的人 其實是拆開來的 然後寫文字的人 他不見得會那麼去觀照照片 該怎麼呈現 可是就讀者最後看到的 雜誌是合在一起的啊 那個照片 那個文字 跟照片裡面的內容 你是一起接收到的 所以說如果你把它分開來處理 其實很容易出現問題 後來我在我主導的情況之下 GQ的編輯一直都是屬於 可以一條邊從頭做到尾 就都具備有production的能力 那所謂production的能力 就是你一定要有些art sense 就你今天借什麼東西 要怎麼 display 光線該怎麼做 我不認為那個東西是 你就把它丟給攝影師就OK了 因為攝影師絕對沒有你更了解 你這一篇文章到底要幹嘛 那身為你是主人 你是最了解這件事情的人 你應該對這個視覺負責 所以在這個雜誌的訓練當中 讓我思考到很多這些跟視覺也好 文字也好 還有企劃也好的東西 那當然我覺得對感受這件事情 對一些經驗也越累積越多 那我剛剛講到這邊上面想說 我們講五感好了 你有沒有聞到 摸到 聽到 嘗到或看到嗎 我覺得大多數的時候其實沒有耶 其實沒有 我們以為我們看到了 我們以為我們聞到了 我們以為我們嚐到了 我們以為我們嚐到了 我們以為我們摸到了 我們以為我們摸到了 我們以為我們吃到或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沒有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把很多事情 視為太理所當然了 所以你就覺得 你完全忘記你剛剛摸過這東西的質感是什麼 或是你到底你聞到某個味道的時候 它會引發你的腦中什麼樣的想法嗎 會有什麼樣的情緒的反應嗎 然後你如果吃到一個什麼東西 那個味覺 你可以變成裡面的 那裡面的成分是什麼樣子嗎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 在很不自覺的情況之下 這些感官的作用是每天 每分每秒不斷在發生當中 可是我們不見有那麼多機會去感受這些東西 那以至於我們的感官的能力 其實它並沒有被摸到非常敏銳 關於磨練這件事情 這我要看一下小超 我覺得磨練自己的感官有個很重要 我覺得它必須製造出一些機會 因為比如說像我們在座 像剛剛不管是鍾勇也好 或是日言或是說Zoe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 因為這些工作的本身讓他們會 每天在接觸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的感官會推動他們 直接會變成很敏銳的狀態 可是如果說當你的工作並不是這樣子 你並沒有那麼多環境 在工作本身就讓你有那麼多機會去磨練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你希望你自己的感受是敏銳的 有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必須要製造那個機會 那個機會到底是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挑選 挑選的機會 其實我們每天喔 我們今天從張開眼睛開始 到閉上眼睛睡覺為止 我們都每天都會經歷過很多挑選 只是說很多挑選 其實都可能是在一種非常很習慣 或是無意識的情況之下就完成了 可是如果說今天你有想一件事就是說 假設你要送的東西給誰 送給你的媽媽 送給你的鄰居 送給你的屬下 還是送給你的老闆 因為你要做一個決定 所以你會是很草率 送他一束花 送他一盒巧克力 我們也看到很多這種是非常 沒有經過思考的禮物 我一直覺得禮物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說它代表了這個送禮人的一個想法 所以有些禮物可能超名貴 很貴 它是一個很貴的東西 比如說我送你這很昂貴的手錶 但是那就只是貴而已 代表是他有這個能力 或是他願意花那麼多的錢買東西給你 它的代表的意義是這樣子 但是其實卻看不出他的想法 態度到底是什麼 所以對我來講 選擇是一個 你如何讓自己處於很多選擇的狀態 為什麼要選擇這個 為什麼要選擇那個 我知道在我們的工作當中 選擇是非常非常多 然後有非常多激烈的爭辯 在我們的工作存在 所以我大概非常熟悉這些選擇 包含了 比如說今天我們拍一個 做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可能做巴黎好了 是一個巴黎的旅行故事 但我們現在可能大家覺得 巴黎的旅行故事 一個八頁或十頁的故事 就是在紙本上 我一直講 雜誌棋就是 左頁跟右頁合起來的一個世界 那重點在於說 那你第一頁要放什麼圖 你的第一個跨頁要放什麼圖 那個圖片 那個圖片幾乎決定了 這一篇的質感到底如何 你從來不可能看到一個 第一個展開第一頁 那圖片就鳥鳥的那種 或是很自視的圖片的文章 後面會是好的 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要怎麼去決定 我要用什麼樣的圖片 我其實看了非常多的國外雜誌發現 發現就是 當你比如說今天攝影師拍回來幾百張 甚至上千張照片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從那照片裡面挑出來 所以你必須具備 某些敏銳的感受力 甚至某些抽象的思考力 因為如果沒有那個抽象思考力的時候 比如說放鐵塔 放街頭的咖啡座 這種非常非常常見的 可是這些非常常見的照片的問題在於說 看的人就覺得很習慣 很自視的 所以他不會有任何期待的感覺 我之前就看過 比如說以巴黎來講好了 比如說巴黎鐵塔雖然很有名 可是你一定要拍那種 非常非常正的一個鐵塔嗎 只有這種拍法嗎 有沒有別的拍法呢 我再舉個例子就是 如果以照片來講 我講的不要那麼專業 各位都會碰到的問題 比如說很多人你們可能會用Instagram Instagram是現在年輕人很喜歡 又來就是說做那個社交的一個平台 但Instagram是一個非常圖像性的一個思考 也就是當然現在一次你也可以放 十張照片 五張照片也行 但是在手機屏幕滑出來的時候 那個一定只有一張照片 你要點進去才會看到更多別的嘛 所以當你只有一張照片的時候 你到底要放哪一張 比如說我今天去東京玩 好好玩喔 然後那有些人採取是洗版的 就是一天潑二十折三十折洗版 這種都會被大家討厭 就會趕快把它那個block住這樣 一直看他貼不同的照片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沒有被 他幾乎沒有挑選過 就把照片就潑上去了 就扔上去了 跟我有挑過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在旅行了一天下來 然後你只能潑一張照片的時候 那你要潑什麼照片 這就是個選擇囉 你今天大家用手機這樣批一批 一天下來 拍個幾十張上百張 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在這些當中 你如果只能選一張 或者你今天去一個餐廳 假設你不是那種職業的完美好了 完美一定要拍自己自拍的照片 就選擇自己拍最美的照片 可是如果不是那樣子 你是要放一個空間 還是要放一盤菜 還是要放什麼 這是一個選擇 這個選擇最後會決定的 就是說你的一個美學的觀點 為什麼你會這樣選 為什麼你會覺得這個照片 是比較能夠打動你的 因為我看過非常多人在 當然也許大家都會覺得 IG是一個很個人的平台 我沒有必要去對誰交代這件事情 可是對我來講 其實只要是會面對公開的 因為除非你是把它鎖起來的 其實它就代表你這個人的風格跟形象 你希望用什麼樣的一個樣貌 去讓別人認識你 然後我也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好訓練自己 去挑選的機會 就是我到底要選擇什麼照片 你可能會發現一件事情 叫做你今天拍了一整天下來 沒有一張照片可以用 都還滿遜的 然後歪一點啊 這個有點問題啊 那個其實沒有拍到啊 如果發生這件事情 它起碼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我攝影技術還滿爛的 我需要再精進一下攝影技術 我才能拍到一張夠好的照片 當然有時候我也去一些地方發現 我很好奇到底這個空間 我覺得真的很難拍 要真的把它好好呈現出來 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就左取景 右取景 上面下面這樣子都很難 其實我覺得那個軟體 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因為如果你在地點 是可以打卡進去的 你從那個地點打卡進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其他在這邊 有打卡過人所拍的照片 大多數的照片其實都不會太好 但是其實裡面會有 會有少數非常厲害的照片 我在看到照片說 哇 它是這樣拍的 它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拍 我怎麼沒有想到可以這樣拍 除了說特定的什麼黃昏啊 日出啊 特定的某個時間點 因為你沒有在那 十點點在那地方之外 如果說完全是取景的問題的時候 你會看到說 因為你就完全在同樣地方 然後你發現 哇 它是這樣拍的 甚至某一個 假設你去京都 大家都去清水寺好了 清水寺是一個那麼普遍 那麼普遍的一個景點 你就會發現 有些人拍出來的清水寺 怎麼可以拍的 我又可以感受它是清水寺 但又不是那麼自私 對我來講 那個是一個很棒的 就是說你在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慢慢的讓你自己在 我剛剛雖然只是講攝影 可是我覺得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手機攝影 是一個非常非常方便的方式 去磨練你自己的一種感官的能力 那這個敏銳的感官能力 跟我下一個要談到 就是關於好品味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你沒有敏銳的感受力的時候 是不可能有好的品味的 好 這個我們後面再有地方 要談這件事情 然後我秀這兩張照片 剛剛這兩張照片 一個是很多很多的番茄 然後一個手 跟下面一張就是一個白色的牆壁 然後一些淡淡的影子 我想講的是兩個很不一樣的一個 的視覺形象 一個是非常非常強烈 對比心理非常非常強的事情 跟另外一個是很淡 淡到幾乎好像弱有事無的感覺 其實這兩個東西都是感官的東西 它都對你感官產生某種刺激 可是如果說假設你只會選擇 其中某一樣去做的話 它很容易你會被卡在 就只有單一的一個方向而已 所以對我來講就是說 你怎麼樣去 在這些視覺影像當中 然後去 重點是你想要呈現的效果是什麼 因為當我在市場 看到那堆番茄的時候 我覺得今天的番茄實在太美了 可是如果當你直接拍那個番茄的時候 就是一堆番茄 其實蠻無聊的 就是一堆紅色的番茄 所以我發現那個手進去 當那個老闆的 有一個人有一個伯伯 伸手去挑番茄的時候 我覺得天啊 那就不一樣了 因為那個手進去之後 那畫面整個不一樣 因為它產生了一個對比 所以它的視覺變得非常強烈 雖然那就只是在 早上去市場買菜一個 非常尋常的一個光景 可是即使在那個地方 你會發現你可能會看到一些 不太一樣的東西 可能不需要跟忠友一樣 跑去陽明山上去砍樹啊 去被雪壓垮的櫻花 那種比較難得到的東西 就算在非常尋常 就是平常日常生活可見的東西 你也可以去發現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受力 你會感受到什麼 像這個牆壁的這張照片呢 其實是很標準的 因為我住的地方 我住的地方的陽光 不是正面照進來 它是一個斜角照進來 因為斜角照進來的關係 所以只有我早上在7點鐘起前 如果我起床 我會看到這個光線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 是一個早起才會看到的光線 而且它一定是這種斜度 所以我看到這個光線的時候 我會覺得 我通常起來之後 我看到這個光線 我會在那邊做一段時間 我等著這個光線過去 因為我只會持續很短的時間 大概7點一過 它的角度偏掉 就沒有這個影子了 可是對我來講 這個影子是一個很 就是怎麼樣在日常生活當中 去感受這些東西 因為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寶藏 我覺得是常在我們平常 我們每天會看到碰到 但我們卻沒有注意到它 我剛剛提到一個 關於品味這件事情 其實以前一開始的時候 我被有一些單位找我去演講 然後談關於品味這兩個字 其實一開始我是眉頭會領字 我覺得品味這東西不是很 好像有點Snappish 有點傲慢 什麼叫好品味 什麼叫壞品味 有誰可以斷定別人的品味是好 或壞嗎 還是品味其實就是 你只要用貴的東西就是品味 難道漂亮的東西就是有品味嗎 其實我心裡面充滿滿多問號的 那我後來也是因為有這個講座的關係 我去花一些力氣去把自己 腦中一些思考整理起來 然後加上在雜誌做專題的時候 我們也做過大概類似的專題 我大概就歸納出一些規則出來 但我覺得很重要一點就是 大家可能會 當然你今天被認為是一個好品味的人 沒有人會覺得不好 可是為什麼要有好的品味 其實你知道在未來的整個世界的競爭當中 品味會是未來競爭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因為在技術這一端其實發展已經到了飽和 就是所有的技術比如說你今天 你就花錢找人去開發軟體 找人去做什麼東西 你都可以得到這些東西 所以技術的部分其實已經是 就好像比如說以做菜來講好 我們覺得說那要很厲害的Chef 可是你知道現在很多很厲害的廚具 那種電子的設定 你幾乎肉進去煮絕絕對不可能失敗 低溫烹調永遠不會失敗 肉出來一定是超鮮嫩 那如果這樣子來講 那每個餐廳不都會做一樣的東西嗎 但是其實並沒有 因為每個Chef的品味是不一樣 它最後呈現出來的東西 必然還是不同的 所以品味反而會是未來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你的技術再好 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品味去做一個搭配的話 我覺得它被 它是一個被替代性很高的狀態 這個 大家給看一下 這個人繞口令 這句話的意思 白話文就是說 有些人個人品味很好 但是他的商業超醜陋的 他只是個人穿漂亮的衣服 住很漂亮的房子 開很炫的車 但他公司辦公室完全是Diesta 他不會給員工好的辦公環境 他也不會讓他的產品有好的包裝 他只是自己過得很棒 所以他絕對是一個有好品味的人 但他不會去做有好品味的商業 未必的 他未必會做 但是一個 我們如果覺得這個店 這個服務 或是這個品牌 是很 Sense 很棒的 它背後一定是一個有很好品味的人 才做得出來 因為沒有品味的人 是做不出這東西來的 這間叫做Bully 1803 這個店台北也有 那我這個是在巴黎左岸拍的 我當時在巴黎逛到這家店的時候 我很驚訝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賣香水 跟Skin Care產品的一家店 但是它很古老 它完全是把19世紀的一個巴黎的藥房 給搬過來感覺 可是呢 你再看它的產品 它其實並不是老的產品 它全部是新開發的產品 那我就去研究 這個品牌的主人到底是個什麼樣的 為什麼會開一個像這樣子 那麼有考古精神感的這種美妝店 我後來發現就是說 這個主人其實是一個 它是對老東西有非常非常狂熱的 它覺得一些老的東西如果 因為我們現在各種時代 跟市場的變化消失 它覺得這實在太可惜了 所以它希望它這個店 可以把這些很美的老東西 可以被保存下來 甚至它去歐洲各地 拜訪這些老的工廠 說請你幫我做梳子 請你幫我做粉餅盒 因為我覺得你的傳統的方式很棒 我有這個店可以賣你們的東西 所以這對夫妻是一個 他們對這種老舊的東西 其實非常非常珍惜的人 他們也住在 他們自己本身也住在那種 非常充滿了很多古董的房子裡面 因為它的價值觀就是這樣子 他希望透過他的商業去影響更多 讓大家去尊重這些手工具 還有手工藝用古法去做東西的人 因為對一些大的這些 品牌的牌子來講的話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外包 然後都有很多配方可以去做 可是他覺得這些古老的東西 其實絕對有它存在的價值 不應該就這樣子消失 然後這個是東方文華雅閣餐廳 它是東方文華的一間賣中菜的餐廳 設計是很有名的一個紐約的建築師 是Tony Chiu設計的 Tony Chiu這個設計師 因為採訪的關係 我其實在十幾二十年前 他在幫台北Haya 第一次在做自助餐廳的時候 我就認識他了 那這個設計師其實他是一個 我覺得他本身是一個 非常會過生活的設計師 他不是一個只會工作的設計師 那尤其到了他年紀更大點之後 這幾年我覺得他的整個生活風格 變得更成熟 早期的時候我覺得他會非常執著在一些 比較在外顯風格的元素上面 用東南亞的風格 混搭 什麼中國的東西之類的 就比較是一些表面上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到了後期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手法越來越純熟 他在這個中餐廳的備餐台上 直接把盆栽放在上面 是我從來沒有看過的手法 因為一般備餐台就是一個台子 你很難想這到底可以幹嘛 那一般綠化的植物可能就會放在餐廳的某個角落 可是他放在備餐台的時候 當這些服務人員在那邊分菜啊 切肉啊的時候 然後這個光線打下來 這個植物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看得出這個設計師 這個背後創造這個空間的人 他是如何去看待 比如說植物跟這個空間 跟這個光線之間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 這是他認為很理想的一個用餐的環境 所以在那邊吃飯你會覺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後我們會覺得 好 我們剛剛講了 品味該品味就是很美 很高級 很白樸 很不死人間煙火 我一直有一個 應該是我很核心的一個概念 就是顯而易見的美 容易令感官遲鈍 其實顯而易見的美我們很常看到 非常漂亮的女生 男生 模特兒 明星 非常漂亮的跑車 你在路上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跑車 你會覺得 哇 好美 這跑車實在太漂亮了 但是 我不能說這些東西是沒有品味 其實今天要設計出 法拉利 倫巴基尼這些車的設計師 我覺得他們還是非常非常棒的設計師 可是因為他的設計的那個美 太容易被理解了 我一看到就知道了 誰都知道 當你習慣了這種美之後 你會對那些比較細緻的部分 喪失感應能力 你就只會認為說 就一定要這種 非常絢麗 非常華麗 或非常流線型 非常誇張的東西 才會是美的 才會是好看的 甚至才會是有品味的 因為我才 昨天有一個日本的 水野學在台北開了一個講座 我有去聽 他也是一個很有趣的 他有一個核心的概念就是 設計絕對不是標新利益 對他來講 設計做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不叫設計 設計是解決問題的 是機能跟美學 兩個被結合在一起 但是很多設計師 會把自己放在一個 我要做出一個 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東西 可是這世界上 已經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東西了 但是因為抱持這個想法 所設計出來 往往第一個很不好用 很奇怪 不合邏輯 甚至浪費地球資源 可是它其實不是一個 對的設計東西 我今天看到這 我再 不好意思 上一張 這是一個葡萄牙牌子 做這個兒童的玩具 你可以看到熱氣球 然後螺旋槳的飛機 超霹靂的 然後這個是愛馬仕在左岸的櫥窗 他們在展覽他們新的Petit H 就是一些利用 愛馬仕的剩料所做的產品 這兩個東西 我為什麼會把這兩個照片 放在一起來看 就是我在會場看到 那個葡萄牙的兒童用品 我也覺得超屌 熱氣球耶 飛機 可是你很快你就覺得 我在家裡面 我要放這個東西嗎 小孩子到底可以用多久 用了幾歲之後 他就不會要這東西 那這東西到底要幹嘛 就是那個設計 我覺得它的做工 各方面都是非常棒的 可是對我來講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實用的東西 其實在品味上 我也不認為那是一個好的品味 而且我甚至認為 會買那個東西回去的人 你真的發現 它如果出現在那個空間裡面 那空間可能也不會是一個 太OK的空間 可能會是一個非常炫耀的空間 相對也許是一個非常膚淺的空間 可是愛馬仕在這個櫥窗裡面 他所放的東西 他放了很多 他以巴黎即將快要消失的 舊五金行作為概念 然後把櫥窗布置成 像是五金行的感覺 然後把他們的皮料放出來 我覺得雖然是一個 那麼拉學的品牌 可是他要用非常欣賞的方式 去把這品牌價值呈現出來 不是用一種很絢麗很金光閃閃的方式 去說他們要說的事情 好像時間剩得不多 所以我會快一點 後面這些期待 是一些我這些年來累積的一些概念 比如說過程比目的更重要 我今年去五月的時候 去日本長野上高地去旅行 當時我跟我一起旅行的趴呢 我們覺得上高地有一座很有名的山 叫槍月 海拔3200公尺 我們如果爬上日本的山 一定可以墊在台灣的山友 他們都沒有爬過日本 我們爬日本第三高峰 但我們開始走就發現說 其實好像也不見得一定要登頂吧 這個水那麼美 這山那麼漂亮 如果我沒有算過 如果我要登頂的話 我必須是沒有辦法太 在花那麼多心思去感受沿路的風景 我就要一直不停地趕路 趕路 而且那時候 雪又還沒有全部都化掉 所以走起來會這樣陷下去的 就是走起來是有點辛苦的 所以我們就說 那我們就不如邊走邊看吧 就不要那麼急吧 沒有爬上去應該也不會死吧 也OK吧 就是我覺得那個過程 後來其實我覺得是非常棒的 就雖然說我今天如果在槍月上 拍照打卡滿厲害的 爬上去了 可是我覺得 那個在社交網站上面的炫耀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短暫 可是對我來講 那兩三天 在海派的過程中 我所吸收到那些空氣 感受到那個水的顏色 那個水的顏色 完全就像是水晶般的透明的顏色 跟那個森林的風 吹過那個樹的聲音 這些事情 如果你沒有花時間去感受的話 你不會感受到 你就會覺得滿美的 因為各位如果 你搜尋一下上高地這個名字的話 你就會看到很多漂亮的照片 但是那個 你看照片的感受 跟你真的花兩三天 好好慢慢去走的感受 它完全是不一樣的 我會用一種形容是 淹東西 淹泡菜來形容 就你今天淹一小時 淹一個禮拜 淹一個月 我得到的結果一定不一樣吧 所以你有沒有把自己 把自己沉浸在那樣子的環境 跟條件當中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一點就是 其實因為我一直覺得就是 回到基本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如果特別是在做 跟造型有關 造型設計這一行的人 很容易會被非常多技術 跟很多某些美學的東西 牽在鼻子的時候 到最後你已經迷失在 風格的森林當中了 你已經迷路了 可是事實上很多時候 你要的是一個 你不知道到底 比如說你今天 你要呈現的是很輕 還是你要呈現的是一種很穩重 或說你今天要呈現的感覺 是讓大家覺得有一種很 很莊嚴樹木 那些都是很基礎的感覺 或是我要讓大家感覺很乾淨 很潔白 就那些能力是 如果你沒有辦法讓自己 回到基本的話 你不會知道這些事情 該要怎麼去呈現 會太執著在一些風格 跟技術面上面 我剛剛談到就關於說 垂直的挖掘跟水平擴展能力 其實每個人 如果專業人士來講 在垂直的挖掘 我覺得問題都不會太大 但是我覺得水平的擴展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義大利 不好意思 我那天在Netflix看Shape Table的時候 介紹義大利的名廚Massimo Massimo他是一個很有天分的主廚 他做的菜做得非常的棒 然後他認識一個女生 他們兩個在一起 可是他的那個夥伴 叫他太太 是一個對藝術 對美學的東西是很有Sense的人 他覺得說 Massimo已經在廚藝上面做得那麼好了 可是他覺得他要帶他去多看那些 去美術館 去博物館 去聽音樂會 當Massimo去看到 比如說羅浮宮的話 去聽到音樂會的時候 這個訊息進到他腦袋裡面 產生的電波完全是不一樣的 他就說 我知道我的餐廳要怎麼去做菜了 他不要再做他原來那樣的菜 他覺得我可以把義大利料理 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樣子 所以你知道那是一個水平 他如果繼續在挖掘他的廚藝 他可以成為非常厲害的一個 義大利的廚師 很會做Pasta 很會做Risotto 做這些事情 可是事實上Massimo後來做是 完全顛覆了義大利料理的世界 他做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義大利料理 這個是因為有賴於說 那些很多其他的美學養分 撞擊到他 當然因為我覺得他有準備好 當你準備好的時候 這些美學養分撞擊到你的時候 你會產生不一樣的事情 因為在現場同樣看畫 同樣聽音樂的人 他們可能回去還是一樣 他並沒有變出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以及就是我覺得還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特別是業主端 先入為主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 因為你已經把自己給限制住了 你把自己限制住之後 其實他就不太有改變的可能性 認為這就一定是 我覺得一定要這樣子 我一定要那樣子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 很 很 我覺得是很糟糕的事情 包含我們自己作為專業人士來講 如果我們已經養成覺得 這個雜誌就應該是這樣 攝影就應該要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就喪失進步的能力了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變化那麼快 所以我覺得與時俱進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能力 這又是一個有點繞口令的說法 就是其實當你自己的範圍 你給自己的範圍越大的時候 你的創作的空間就會越大 所以拿越大的紙 你能夠畫的表現可能性就越多 但是呢 限制的條件越多 越能激發出你的創意 因為沒有那些限制條件的時候 反而你沒有辦法 把那樣的力量給激發出來 然後最後我有幾個試試看 就是各位真的可以在生活中去試看看 就是你今天走進一個賣場 賣衣服也好 或是賣家具也好 你去看任何你喜歡 好 賣衣服就好了 比如說這一整排都是襯衫 你就挑一件你覺得你最喜歡的襯衫 然後你不要去看標價決定它 就是你最喜歡的 你把它挑 你把它看 就是你最喜歡的時候 你再去看它多少錢 你不要因為價錢 而決定你喜不喜歡它 然後嘗試 大家也許覺得 藝衣服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工作 可是我真的覺得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你有沒有辦法用 讓自己變成自己生活的藝衣服 比如說今天 你今天吃一碗麵或飯 你的桌子 你希望設定成什麼樣子 你要用什麼樣的筷子 湯匙跟碗去吃的東西 雖然沒有錯 都吃到肚子裡面 用塑膠碗跟用一個漂亮碗 其實好像聽起來是一樣的意思 可是如果以阿德維的角色 我要怎麼樣讓這整個生活 做到氣氛 變成是一個符合美的條件 然後我覺得關於品味這件事情 大家要有很多參考的坐標 包含就是有一些昂貴的東西 奢華的東西 好的旅館 好的配件 好的衣服 好的服務 好的餐廳 他覺得他的價值存在 所以 可以 你寧可 與其去吃一堆 中價位的buffet 你不如集中火力去吃一個 真的很好的fine dining 讓你了解 比如說像香色菜 你會了解說 真正好的料理是什麼 不管你喜不喜歡吃那東西 可是你必須知道說 原來菜有plantation可以做成這樣 原來食物的味覺是可以做成像這樣子 因為唯有你知道什麼是EST最好的 那個標準 你知道有那個坐標之後 你知道有辦法去判斷 你到底在什麼樣的位置 再來還是一樣是泡菜的理論 其實 讓自己常常處在於美的 或者好品味的空間當中 是很重要 去漂亮的咖啡店 去漂亮的餐廳 去漂亮的旅館 去漂亮的旅館 去好的漂亮的建築 我都覺得各位如果說去國外一些地方旅行 大家可能會花很多力氣在購物 買東西吃東西 可是很可惜一點 就當我們在買東西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太多力氣去感受那個空間 因為你買都買紅眼了 吃就覺得很好吃 大家拍照 其實你沒有太多力氣去感受 能不能讓可以播出一小段時間 真的去有漂亮建築的美術館 博物館去走走 你看不懂裡面的作品都沒有關係 但是那些厲害的建築師所設計的空間 他絕對有他的很獨特的一些魔力存在 你藏在這種地方 你讓自己整個人沉浸在這樣的空間當中 對自己的品味 它無形當中就會產生改變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建立一個屬於你自己的儀式 那個儀式可能是你早上起來 比如早上起來你第一件會做什麼樣的事情 對我來講我可能會 我一定會切半顆檸檬 然後我會用溫熱的水加蜂蜜 做成一杯蜂蜜檸檬水 這跟競選沒有關係 就是我會喝蜂蜜檸檬水 我覺得那個溫熱的感覺 會讓我整個人蘇醒過來 那我就會思考說 好 那我要用什麼杯子 我有固定的杯子裝這個蜂蜜檸檬水 我有固定的刀子來切檸檬 然後我會想選擇什麼樣的檸檬 因為檸檬其實有很多種類 所以讓你自己有些機會去建立一個 屬於你自己小小的儀式 在這個儀式當中 你可以添加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去豐富它 去讓它變得更有趣 它其實是一個像樂高積木一樣 它也不會有結尾的一天 可能過了幾個月 或者過了一兩年之後 你的喜好有改變的也不一定 這是重要的 那沒有問題 但是建立一個儀式 這個儀式是很重要的 讓你的生活 多了更多的一些樂趣跟可能性 OK 所以我 這在是我這些年來 就是不管是工作也好 或生活也好 所累積的一些心得 還有下一張嗎 還有下一張的 下一張就是 這是我的IG 這是我的Instagram帳號 其實我剛剛提過就是 我一直覺得 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展現你個人風格 跟美學很好的一個平台 你可以去訓練你自己的品位 訓練你自己對影像的品位是怎麼樣 這裡面我在拍一些 在選擇一些照片的時候 有很多我的一些想法 就是為什麼我要 比如說我要傳達一個什麼訊息 可是我一定要用 那麼具象的方式去傳達嗎 我有沒有可能用 一種更抽象點的方式去講這件事情 比如說如果 我今天要告訴大家 今天的空氣 台北空氣很糟糕 所以我就拍一張 就整個台北市都被照到霧裡面 還是我拍一張就是 只剩101最後尖端一點點 然後就被插到雲霧裡面去了 那這樣是不是也可以感受到呢 就是你可以嘗試看各種不同去 呈現的方式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好玩 我就在選擇照片的時候 因為我不喜歡洗版 所以我一天最多 我就只會PO一張照片 所以你在PO那張照片 你要做好選擇 就是我到底要放什麼樣的東西 OK 那今天我的分享到這邊為止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時間QA啦 好我們開放現場的賓客 可以發問最寶貴的一個問題 只剩一個問題 對只剩一個問題喔 那歡迎大家踴躍舉手 好的麻煩麥克風 我有認真聽杜先生在演講 在生活當中你一定是對任何事情都要求完美的一個人 在要求完美這個過程當中 在找一些細節的點把它演繹出來 你認為這樣的生活 是想傳遞給我們這種人 真正內心想挖掘尋找美的那一個點嗎 可能問題問得不是很清楚 就是當每個人都去欣賞大眾的美 就是我們去picture這個照片的時候 但你會用另外一種視角去看待這個美 另一種方式來審理這個美 就是我們可能不是大眾的視角 然後你希望傳遞給我們 就是這種狀態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你本人的狀態 謝謝 我覺得如果講最簡單來講好了 比如說今天你幫你的女朋友拍照 或幫你家人拍照 有些人都會被嫌嘛 他歪歪的 為什麼我這個表情你也拍 到底會不會拍照片 就是如果我們就網路上會看到一些 怎麼樣可以讓女友不生氣的拍照片方法 腿怎麼拍比較長之類的 但是那些都是技術性的東西 重點在於說 我不認為這個世界上真正有所謂的完美這件事情存在 完美也也是一個目的 我剛剛說過過程其實比目的更重要 是追求完美的這個過程我覺得是很棒的 就是你希望 比如說我家怎麼樣可以把它變得很完美 我的陽台怎麼樣可以變得很漂亮 在那個過程中我會享受 比如說我家我有一個小陽台 我就對那陽台我會覺得說 這個植物可能可以怎麼變 然後可以怎麼樣做 雖然它就是只有一個一坪大的一個小地方 可是我覺得它不可能真的完美 它沒有完美的一天 只是那個過程中你覺得是有趣的 你可能過一段時間忽然覺得 我覺得這植物好醜 我覺得還有更厲害的植物 也許可以換一下 所以讓你自己是保持有一個那種 不斷在動的狀態我覺得是重要 因為我覺得生活當中啊 最怕就是一灘死水 就滴 就每天都一樣啊 吃飯啊 睡覺 你看你一定碰過可能有時候你媽你爸 可能會跟你講很煩耶 三餐就是為了吃飽肚 填飽肚子而已 就覺得很煩 要不要打個針 吃個藥丸什麼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真的很恐怖的 這表示你已經對生活已經喪失了 想像力跟樂趣 這樣的人生的意義到底在什麼地方 對我想真的很恐怖 所以怎麼樣讓你自己是維持在 是一個活水 而不是一個死水的狀態 我們不見得每個人都會變成設計師 變成美學家 但是讓你的生活如果不是死水的狀態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人生是我覺得是 是會更有滋味的